中华民国一组城邦联盟这个月13号将在台北线三支棒球场举办第一届社区棒球锦标赛 李总统登归先生到时候将会主持开球仪式 为了迎接这次的赛会 三支棒球场耗资一千多万元新建的夜间照明设备已经接近完工 这套设备不但拥有全国最亮的灯光 同时也是第一座纯民间出资的夜间照明球场 全国一组城邦联盟在两个月前确定李总统 将主持社区棒球赛的开球仪式后 立刻着手新建夜间照明设备 由于时间紧迫 一组联盟总干事黄李德有要求品质 最近一阵子可以说超进度的在赶工 过去国内各个棒球场的夜间灯光总是遭人诟病 不是不够亮就是照射角度有问题 一组城邦联盟这次总共耗资一千三百多万元 从美国进口原装灯泡 这种灯泡的平均亮度以及强度都比台北市立棒球场好得多 目前三支永恒棒球场八座灯柱的地桩都已安置妥当 过两天美国技师调整过灯光后 国内第一个民间新建的夜间球场就可和球迷见面 那我们迎接这一次的活动也希望借这个活动 那为我们遗嘱联盟未来发展推广的一个工作 能够更落实更扎实 那也希望更多更多爱好棒球运动的基层朋友们 大家能够来这边以球会友 那让我们遗嘱联盟能够真正成为社区运动 国民精神的一个棒球运动的一个活动 第一届全国社区棒球锦标赛定11月13号 在三支永恒球场开打 参赛队伍多达74队是一项新的记录 黄利德还有个更大的计划 那就是在球场周边新建宿舍 让这个球场能成为中华城邦队永久的集训场地 他一直在推广我们